9月18日 胡彦斌被爆嫖娼一次翻车 综艺节目被删减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此前有网友发现胡彦斌参与录制的综艺新型的约定 镜头好像被刻意删减 还打上了马赛克 不过到在9月17日 就有网友爆料 胡彦斌节目将会被下架 同时王一博王嘉尔也备受牵连 还透露 已经完成的作品也不会再播出 消息报告后 一时间不知是真是假 胡彦斌也被扒出与网和弯弯关系密切 两人之间关系不一般 此前双方还在社交平台互动 胡彦斌大赠弯弯的音乐品味 随后有网友表示 娱乐圈一切皆有可能 抗应布丁无分的蛋 一位胡彦斌18年老本发文表示 在得知胡彦斌嫖娼后感到十分心碎 如今胡彦斌被爆嫖娼 事业疑似要凉凉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担心似乎是多余的 胡彦斌的社交平台 18日凌晨转发官媒的动态 看上去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目前胡彦斌方再未回应 具体真相还有带口揪 妹子你怎么看呢